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这一课呢是讲到 当我们刚开始啊 去回观反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啊 其实我们这个正念的力量啊 是去逼迫到我们无始的无明妄想 当然无明妄想 它这个时候也会产生一定的反弹 它也会去逼迫我们的这个心中的正念 这么两个真望两种的念头 在心中啊互相逼迫的过程当中呢 就产生的这个心神魂魄啊 这个气息啊互相的摄入 这个时候内心当中会产生一时的感染跟领悟 而见到佛陀啊安住在莲花台上 是有这种相貌出现 看经文 又以此心沉入角策 内眶花明 十方遍作炎府谈盛 一切种类化为如来 以此呼见辟如遮纳聚天光台 千佛围绕百亿国土 及莲花祭祀出现 此名心魂灵悟索然 星光阎明照住世界 占得如是 卑为圣正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 若作圣洁即受勤学 那么 又以此心 那么这个 这一念心当然是修子修官的心啊 那么它的心是什么相貌呢 是尘路角策 这个尘指的是指的力量 安住真如的内念 心叫做尘 那么这个路呢 指的是官的功夫 那么这个指跟官的功夫是角策的 就是清楚分明的现情 那么这个时候呢 引申一种内光花明 这个内光这个官指的是一种善种子 就是它过去生 曾经有意念佛陀 有观想佛陀 那么这个时候 因为指官的角策的力量呢 逼迫呢 就把过去的善种子啊 把它显现出来 那么是 显出来是什么相貌呢 看下面 说是十方片座 炎福弹射 他在佛堂导作啊 当然是娑婆世界啊 看到的是大地是泥土的嘛 但突然间 他看到它的地上 怎么都变成紫金色了 墙壁也是紫金色的 大地也是紫金色的 而且一切种类化为如来 他眼眼看到去啊 外面那些小鸟啊动物啊 全部变成佛陀的形象 三十二项八十种好放大光明 那么古德说 这个时候它是一种 有情无情同言总制啊 整个无情的世界 跟有情的世界 要回归到一心真如的一个前兆 这是好现象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了三种佛 第一个辟如这那 法身佛骗一切处 第二个暴身佛 这个聚天光台 就是无量光明无量向好的暴身佛 坐在这种放大光明的这个紫金台上 第三个印花身佛呢 千佛为肉 百亿国土即以莲花即时出现 就是这个一花百亿国 一国一世家嘛 一个花就有百亿国 一个国就有一尊的释迦如来 每一尊一个如法都是相应一朵莲花 这个时候三尊佛呢 法身 报身 化身 是同时出现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只是一个 因为你那个子官的相应 就是心神魂魄互相摄入 而凌悟索然 把你过去生 去异佛念佛的这个善根 把他逼出来 在这个星光 在这个深入的修学当中 把他逼出来 而能够照见诸佛的世界 那么只是暂时的相应 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 假设你必以平常心面对啊 这个是善境界 若作圣解极受清醒 这个地方我们要说明一下 若作圣解极受清醒 说明一下 说是我今天把佛像执着是真实的 产生执着 怎么就会琢磨呢 琢磨的就是说 因为你心动 你心一动 你就有机可蹭 我们前面说过 你修止观的时候 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魔王不同意 你的燕金寨主 当然也不同意 过去当我们曾经造的共业 大家都是随顺生死之流 你现在要逆生死流 而要顺真如之流 他当然不同意 但他不同意 他平常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你是 你一直正见真如 真如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人敢靠近的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忍者心动 他就有戏可称 海公讲一个故事说 说在这个过去的禅堂 有一个维挪师傅 他只观的力量很强 他一入定的时候 他的神是就能够离开身体 就前面说的 生能出爱 他偶尔有时候跑出去玩一玩又回来 但是有一天晚上 他肚子是在饿得不得了 非常饿 因为在禅中他们功课很多 所以这早期的禅堂是过午的 晚上饿得不得了他怎么办呢 他神是出去以后 他就跑到厨房去拖那个锅巴 拖锅巴 用的骨石或锅巴放在碗里面泡水 把它搅一搅就这样喝下去 暂时的止住饥饿 但他吃了以后他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大众的东西 所以他就拿了很多锅巴 就每一个那个禅堂里面的禅食 一个人手上就分一个锅巴 他想他吃的别的也应该吃一份 然后他又回到他的身体 那么一次两次啊 这个方丈和尚就觉得这个人要对峙一下了 那么当时方丈和尚的禅定功夫比他还高深 那么这个时候维罗斯书他一入定 胎神就跑出去了 方丈和尚就跟他试着说 你把他的身体抬到我身边来 抬到他身体的时候 因为那个方丈和尚的定地比他深啊 这个维罗斯一回到禅堂的时候 找不到自己的身体 非常紧张 还有有一个同战道友说啊 说你的身体被方丈和尚拿走 在他的旁边 你要向他忏悔 维罗斯书回去向方丈和尚唱会 方丈和尚种种地喝着 才把身体还给他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今天你的神是会出去 这个只是一个征兆 让你知道而已 你的心不能够随顺他的 你随顺他以后 你就忍者心动了 那万一你神是出去了 你的燕心在主把你的身体占有 你怎么办呢 你就很多状况会出现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观想 极空极甲极周 他只是一念心性所现的影像 这是唯心所现嘛 你今天会出去 会在里面 在外面 在中间 他都是一念真如本性 所现的影像 如此而已 你要的是真如 而不是他所现的影像 你要追求的是那个魔力宝珠啊 不是魔力宝珠所现的那些小东西啊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很清楚 你的目标是要回家 而不是在回家过程当中啊 那些小花不是这个意思 看第五颗 金鸣逼陷空尘宝射 那么这个金就是金纯明了之心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逼迫这个无名妄想呢 突然间在西空当中啊 成就七宝的颜色现前 看金文 又以此心 金言妙明 观察不停 议案降服 自知超越 以此忽然 释放虚空 成虚宝舍 或百宝舍 同时片瞒 不相留爱 清皇四百 各个存现 此命议案 功利亦分 善得如是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 命善境界 若作圣解 吉受勤写 首先我们看他的用功的内涵 又以此心 这个心就是修子修观之心 那么在这个子的心中呢 他是金言妙明 金言就是空甲中三观的智慧 妙明 他是所观的现前一念心性 那么他在观察不停 就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观照 现前一念心性 即攻即甲即中 不随望转 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点偏差 什么偏差呢 这以下说明他在修子观当中 产生的小偏差 异暗降伏 自知超越 我们在回观反照正念真如的时候 当然妄想是不同意的 他肯定会来干扰你 干扰你当然我们要对峙了 那有时候修观 有时候修子来对峙 官呢 就观察他 因缘性空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体系 那么修子 就是继续的专注 那么这个修行人 他在对峙妄想的过程当中呢 他是用异暗降伏 就是完全用禅地的力量 加以压制 加以降伏 而这样的一种压制强浮的力量 太超过了 超越 就是这个子官已经不均等 子的力量过强 官的力量薄弱 所以完全是用禅定的力量在四项上压制妄想 那当然这个地方妄想的反弹力量就更大 所以这个妄想就反弹到整个西空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无名妄想呢 他就把它反弹了 忽然间到十方西空 西空本来没有颜色吗 怎么变成七宝之色 而且突然间变成百宝之色 而且这是同时出现 这个颜色跟颜色之间 也不互相障碍 这是第一个 七宝百宝之色 或者说在西空当中的出现的 青黄赤白各个存现 就单纯的 这个西空怎么变成红色的 或者这个西空怎么变成 青色的 那么西空当中就出现各式各样的颜色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压抑妄想的功夫 做的超过 你就是定多会少缺少 善巧方便 那么因为妄想的反弹 暂时看到这样的色法 他不是真实的成就圣道 假设我们以平常心 不随妄转把心再继续搭回来 这个是好现象 假设产生执着 就受磨血 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 前面的四颗 我们看 它的色印的变化 它所见到的是有色相 有颜色的 比方说 他身体出去了 看到外面的三头大地 或者身体看到里面的五脏六幅 或者看到中间的气息 这个都是有色相 那么这一颗是看到的无色相 看到的虚空的变化 所以他这个人 他在破色印的时候是越来越维系的 因为诸会知道 色印有两种 一种是有色相 一个是无色相 无色相就是虚空 虚空也是一种色印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的指观 已经脱离了有色相 而开始在消灭无色相 那么在消灭过程当中 的一种色印的一时的反弹 所以他这个功力 已经是渐渐的深入了 我们看第六颗 心见密成暗示读悟 这个心见就是在这个禅定的内心当中 产生这个见的功能 它能够密成 他的心的相貌是 非常的澄清而且极净 那么在禅定的澄清极净的心中 在黑暗当中能够见到种种的物 看到各式各样的人 也见到各式各样的物 看经文 又以此心研究成策 金光不乱 不宜夜合在暗室内见种种物 不舒服白昼 而暗室物亦不除灭 此命心系密成其见 所事动忧 占得如是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 若作圣解 即受情学 那么 又以此心 精言成策 就这个 子观的心不断的深入 它产生一种 成策 就是极净 这个照料的功能更加的广大 而且金光不乱 就是禅定转生 它的内心已经专注而不散乱 那我们前面说过 因为晋级光通塔 一个人禅定转生的时候 它的星光就加强了 产生它的六根的功能 见纹绣长解释的功能加强 那么表现在眼根是怎么回事呢 互以夜合在暗室内见种种物 它突然间在晚上一片黑暗当中 在这个黑暗的房子当中 它能够见到种种的物品 而且跟白天看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而暗室物亦不除灭 乃至于在黑暗当中那种障碍物 比方说墙壁 门 窗 也不要把它拿掉 它就能够直接透过墙壁 就能够看到种种的东西 不但是黑暗下 连那个墙壁都能够透过去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内心的极净的力量加强 心细 内心维系 而且特别的澄清极净 而产生强大的这种剑的功能 所以它能够在这个 非常幽暗的处所 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 不是真实的成就声道 如果以平常心来面对 把心再拉回来 再安住在线前一念心性继续用功 是善境界 假设在这个地方产生攀岩执着 那就受到倾斜的干扰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修行人他的禅定转生 他的强调是禅定转生 禅定转生了以后 他内心产生光明 晋级光通塔 所以他六根功能突然变强 他眼睛能够看到 黑暗当中的所有的东西 甚至墙壁都不能障碍他 那么这个时候 指的是他的禅定的转生 暂时这个只是暂时的相应 因为他触定以后 他又恢复原状 这个只是一时的相应而已 看第七颗 尘并入寸稍左外 这个尘指的是内外的四大 内在的叫色身 外在的是五尘 那么这个内外四大并入于一心真如当中 因为他在不断的把心带回家嘛 摄氏入离 把五印的身心慢慢慢慢的 回归到一心真如啊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有什么功能呢 这个身体你用火去烧他 用刀去砍他 他的身体完全没有痛苦 完全没有受伤的相貌出来 是这种情况 感情文 又以此心沿入西戎 四体忽然同一草木 火烧刀灼尘无所绝 六则火光不能烧热 种割其肉犹如消木 使命成病 排以十大性 一向入存 赞得如是 归为圣政 不作圣心名善境界 若作圣结 则受琴邪 我们先看他的修学方法 又以此心沿入虚荣 那么前面他修止观的 禅定转身呢 这个地方他在禅定当中呢 又加强我空法空的智慧 那么当然他加强我空法空 等于是加强回光缓照的力量 他不断的问自己 我们的色身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时候对色身的直取啊 慢慢慢慢的消灭 而把这个色身啊 慢慢慢慢融入于一心真如的 我空法空的真如当中 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什么事呢 尸体忽然同一草木 我们一般啊 我们心啊是直受这个色身 我们对外在的东西叫做直持 我也是说啊 你看我今天这个花瓶我是直持 但是不叫直受 因为他的痛苦我感受不到 没有感同身受 阿赖也是直持 外在的事大叫直持 但是内事大叫直受 因为有感同身受 身体痛我就感到痛 身体快乐我也感到快乐 我的快乐跟痛苦呢 跟我的射身是同步的 所以这个射身叫直受 所以这个内事大外事大在维世学的 业力的角度是有差别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突然间对内事大的直受啊 突然间一时的放掉 所以他感觉到他内在的射身 跟外在的草木啊 是完全一样 好像这个射身不是我的一样 怎么说呢 比方说火烧刀灼尘无所解 你用火去烧他的身体 你用刀去斩他的身体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好像你用刀子去砍那个外面的石头一样 砍那个外石袋一样 他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 你用火去烧他 用刀去砍他 用刀去砍他 你是火不能烧 而且是用刀子去砍他的肉 就像削木头一样 他一点都没有感觉 此名成病排斥大性 就是他在这个内四大 融于外四大当中 这排四大性 就是说呢 他以止关的力量 特别这个地方强调是关的力量加强 火空法空的智慧啊 已经排除对内四大那种直手 我们一般是把内四大坚固的直手 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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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四大直手为自身下嘛 那么这个时候把他这个直手排除掉 一向入存 这个时候内心啊 对于这个阴言法 把他回归到一心真主的当中啊 功夫存首 但这个只是在指观相应当中的 暂时的相应啊 不是真实的圣证 你能够以平常性面对是善境界 加色产生执着 攀缘就受到勤血的干扰 诸位你看的那个寄宫传啊 有这种事情出现了 你看寄宫禅师有一次他在油画的时候 看到一个一个房子起火 寄宫禅师他跑到火里面去救人 救了一次又跑出来 救了一次又跑出来 救了一次跑出来 跑了三次 那个火啊 不但不能烧他的身体啊 连他的衣服都不能烧 因为他那个指观的力量啊 已经把内施大外施大 就是说他的射身跟火是 两个是同一个东西 火不能烧自己吧 你看火不能烧火 火可以烧别人 他不能烧自己 也就是说寄宫禅师 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功夫啊 至少他是破了射印 所以他的射身 你看火不能烧啊 刀子也不能去伤害他 那么前面主要是指禅定的智慧的加强 这个地方是我公法公的智慧的加强 所以他内心当中啊 火 冷热他的身根啊 冷热二相是了然不生 热相冷相对身体完全不能产生作用 看第八颗 你一想化现遍见诸见 这个你一想啊指的是他的直观的力量加强 我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他这属于前面的观是空观 把有相的依言融入到恶空的真如前面是空观 这个地方的理想是指的是假观 那么假观的力量加强以后呢 他就突然间看到这个这个 这个西空当中啊 就变化显现啊 就十方诸佛乃至于看到十方世界的种种的相貌 看经文 又以此信成就清静尽性攻击 呼见大地十方三合 皆成佛果 既族七宝光明遍满 又见横杀诸佛如来遍满空界 楼殿华丽 下见地上观天空 得无障碍 此命心宴尼祥日生 享久化成非为圣政 不作圣心明善境界 若作圣洁即受清雪 那么由于这个指观之心啊 他产生一种清静的强大的力量 而且尽性攻击 这一念的指观的力量啊 是非常的纯熟 那么在当中呢 突然间啊 他看到整个大地十方三合啊 这个依报的国土啊 都变成诸佛的清静的国土 怎么说呢 什么叫诸佛国土呢 因为他看到这个 整个国土啊是七宝所成 而且放大光明 前面一颗讲到一宝的庄严 这下讲到正宝 而且这个 在整个一宝的七宝光明当中 又出现的 有横河沙的诸佛如来 遍满整个西空界 而每一尊佛都安住在他自己的 宫殿楼阁 特别的庄严华丽 就看到佛 佛法界 下见第一 他也能够看到这些众生啊 在第一当中啊 受的刀山油锅种种的痛苦 或者上观天宫 看到种种天人啊 受的武艺的快乐 那么这个对他来说啊 是完全没有障碍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佛陀说啊 这是心愿你享日生 享久化成 飞为圣证 所以这个人他过去啊 可能是过去生 也可能今生啊 他有修这个心愿恶门 他曾经观想过诸佛的功德 而产生浩耀 他也曾经思为三恶道的苦 而产生厌礼 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善根种子啊 在这个时候 你享日生 在止观的坚固的逼迫之下 而把它给显现出来 那么这个不是圣证啊 假设以平常心面对的 是善境界 假设产生执着攀缘 就受清醒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假观啊 就是说 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 本来我也没有异佛练佛嘛 我也没有去想第一的事情 那突然间看到了 那么这种情况 就是一个过去的种子 在练佛法门当中 祖师开始说 他说你啊 看到佛像 怎么知道他是真实的佛像出现 还是属于一时的幻象 怎么判断 伍德说啊 他说练佛要有因果 你刚刚在用功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异佛练佛 你突然就看到佛像 那你就要有心理准备 那当然是有问题 这个无因却有果嘛 你刚刚在异佛 你刚刚在异佛 突然就看到佛像 你怎么解释 这当然有问题嘛 如果你平常就是修练佛 神魅 异佛练佛 现前当然必定见佛 那当然这是因果相符合的东西 所以 所以 这个修练佛王神魅的时候 他的练佛王神魅是一个无相神魅 是一个真如神魅 他观照真如的时候是 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突然间看到佛像 那当然是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 因为你的因地跟果地不相符合 我们今天是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返忘归真或者把心带回家 而这个家呢 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是无有少法可得 所以你见到任何东西都不是家 都是那个家所显现的一个 就是你回家过程当中的一个影像 这个大家要清楚的 所以古人说 你一旦是在修禅观正念真读的人 是磨来磨斩佛来佛少 因为你所观尽根本不是这个 你掀出这个就有问题了 清酒逼心飞出夜见眼方 这个毕心呢 就是说那个止观的力量啊 去逼迫无名妄想啊 突然死令这念心啊 它产生强大的功能啊 能够在夜间呢 看到眼方的处所 有种种的效貌 它这个眼根啊 这个近处眼处完全无障碍 我们看经文 又以此心 研究生言 互以宗宴 遥见眼方 市井皆相 亲主见俗 或闻其余 使命或信 逼及飞出 故多隔见 卑为圣政 不作圣心 名善境界 若作圣洁 即受勤邪 又以此心 这个止观之心啊 研究生言 它不断的去研究 一念心性啊 又生又远 我们知道前面的禅定转生 乃至于空观转生 甲观转生 到这个地方 它已经是摄印降破了 在古德说到这个地方 研究生言 它是摄印即将破除 将破未破 那么怎么知道它摄印将破呢 它有一个境界出现 呼移中叶 摇见眼放 突然间它在晚上打坐那支箱的时候 它是坐在佛堂当中 它怎么突然间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那个市井街巷 就是人们往来平凡的地方 它看到谁呢 跟它有缘的亲属 没有亲见属 而且它不但是看到他们 还听到他们讲话的音声 那当然这个是很远的地方 比方说你是在南头打坐 你怎么看到台北 你的亲属在讲话 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呢 这个是你的直观的力量 你逼迫无名妄想 妄想已经快要被你消灭的时候 它突然间飞出 那么引导你啊 产生隔建 就是说南头跟台北是有很多障碍 中间很多的树很多的建筑物 但是你突然间完全没有障碍 都能够见到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圣证 这个只是妄想被你消灭之前 做最后的反弹 如果你能够不做圣心 这是善境界 如果做执着攀岩 就受到清血的干扰 这一颗跟第一颗是不太一样 第一颗是神士跑出去了 这颗是他神士不动 他能够照见眼方 眼根看到很多的箭鼠 耳朵听到他的音声 也就是说他的眼根 他的耳根 已经破除了什么 破除了距离的障碍 你看我们摄影 距离也是个障碍 他已经没有眼镜的障碍 没有眼镜的障碍 你看那个西云老上的脸谱 他就讲到这个观念 西云老上在禅堂打坐的时候 他在禅堂 在看到那个大辽 那个大辽就是离了一段距离 还有很多的房子的隔岁 大辽里面在讲什么话 他清清楚楚 今天要煮什么菜 他在禅堂当中听得清清楚楚 那么就是产生这种一个 B级飞出的一个隔见 好 我们看第十课 《谐心寒昧望见望缩》 这个谐心怎么说呢 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我们是先从凡夫开始修学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年心 已经累积了无量无边的妄想 然后才开始修学 不是从清净的角度开始修学 所以我们在阴地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妄念 当然有些人各是各样 有些人是贪爱 有些称慧 有些人高骂 各是各样的妄念 那么这个妄念当中 你既然有妄念 就可能会被赤魅鬼神之所侵入 那么你这个时候 当你的正念要逼迫这个妄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 只要你一时的不小心 你的妄念出现 这个鬼神有机可蹭 他就侵入到你的身体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对峙 否则你会产生很多的妄见妄说 有相貌 看经文 又以此心研究荆棘 见善知识形体便宜 少显无端种种千改 此命邪心寒寿赐媚 或遭天魔入籍心腹 无端说法通达妙意 非为圣证 不作圣心模式稍歇 若作圣解及受勤血 那么又以此心 就是这一念心 到达这个第十科的时候 他这个正念真如的力量 已经是非常的精纯 非常的圆满 即将要破除色印了 那么突然间呢 见善知识形体便宜 他本来是坐在这个禅堂当中 他突然间 他看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 变成一个大善知识像 或者是佛菩萨像 或者是阿罗汉像 或者是龙王像 总而言之是一种大威的善知识像 而且这个变化是少显无端 是在很很短的时间就产生变化 而且是无言无故 完全没有任何的征兆 甚至于自己看到自己 变成一个佛像 三十二像八十走好 那么这个你就要 心里就要有所警惕了 这个是邪心寒受赤魅 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 产生一时的妄念 这个一个妄念没有注意到 一时的试念 然后这个时候 赤魅鬼神有机可乘 他突然间趁这个妄念的空隙侵入了 这个赤魅就是山中的精灵 或者是天魔侵入到我们的身体 那么在这个鬼神跟天魔的加持之下 你能够无缘无故的通达法义 善收法药 就是你本来也不会讲经的 这个道理你本来也不懂的 突然间你全部懂了 突然间你全部懂了 突然间能够先说了 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你真正成就的圣道 那是一个妄想的侵入 一时的妄想的没有注意 被鬼神被魔王所侵入了 假设你不做圣心 这个模式就慢慢的消灭 或者你正念真如 你也可以练佛持咒求佛力加倍 那么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慢慢消灭 假设你产生执着 产生跟他攀岩 跟他互动 就受到倾斜的干扰 这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 你要有个观念 佛菩萨不能加持我们善根这部分 佛菩萨可以帮我们效业障 真福报也可以 佛菩萨可以把他三大阿正之节 所修的福报跟我们分享 可不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跟其他世界 来享受弥陀所成就的种种的异正庄严 但是有一个地方佛菩萨不能跟我们分享 就是善根 你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间能够演说妙法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根本今生当中没有栽培这方面的善根 你怎么有了呢 佛法就是你这个不可能诸法因延生嘛 你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呢 那肯定是有外力侵入 你一定要提高警觉的嘛 那么你又产生执着又产生欢喜 糟糕了 你跟他感应到交 海公说 这种情况在产场是很多很多 那么对视方法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海公说在产场当中 遇到这种突然间莫名其妙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很简单 不要打坐了 稍坐休息 去外面玩一玩回来就好了 因为你那个就是逼迫 攻攻逼迫太厉害了嘛 你就把它放松 放松以后它又恢复原装 你又继续用功就更糟糕 一个人会琢磨都是很静静 但是不是善求 所以在争望交工过程当中呢 它出现很多的事情 你一定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不迷不举不动 前面九个都是你内心所现的影像 第十个是有外力的干扰 外力的干扰 我们看最后一颗的结果欠世 佛陀结是十种摄影魔境产生的过失 而且欠免我们好好的防护不受其害 看第一段 如是十种禅罗陷境皆是摄影用心交互不显时事 那么这十种的禅观所现的这个镜像 其实都是你在消灭摄影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 你看脱离外师大跟内师大 脱离这个射程的干扰 脱离射程执着的时候那种用心的交互 什么叫交互呢 就是正念跟妄想彼此间的交工 正念去逼迫妄想 当然妄想也不是省油灯 他也要逼迫你 那么真妄交工的时候 选出的影像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小心 他完全是一念妄想变现的 既然是你正念去逼迫妄想 妄想逼迫正念 那表示说他完全是一念的妄想变现出来的 看第二段 众生顽迷不自存粮 逢此一言妮不自事 妄言登圣 道妄已成多无间 假设我们今天 产生一个迷直 迷惑执着 而不知道自己的功夫的浅身 遇到这种美好的境界 而不只不能够知道这是一切妄想所变现 说不得了啦我成就圣道了 那么这样子就成就大妄语啦 那离命中的时候要堕入到无间地狱去 看最后一段 如人当一如来灭后 以末法中先是示意 无令天魔得极方便 保持父父成无上道 所以我们一定要依止如来的真实的教化 在佛陀灭度以后 特别是在末法当中 把这样的以种种的方便 把这种十种魔镜的相状 告诉末法众生 使令修止观的人 不要被天魔鬼神得极方便 来保护修行人的正念 来保护修行人的大才的善根 而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我想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修这个直观啊 你一定要知道 你永远要知道你的所关键是什么 因何因住 这个地方很重要 这个住 你以什么住 你永远就是以一念心心为住 你不管看到什么境界 佛菩萨跟你说什么法 你完全是以向内安住在一念心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你一动 你心一动 外在的阴眼就开始动 你的生命就开始动 所以他这个地方啊 佛陀 诸位你看一看 他的对视方法 不管是什么魔镜 使走魔镜 他的方法就是 不做圣行 名善行进 就是不明不起不动 从能源经的角度啊 他的道理是说 世间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不动 你不动你就赢了 你不要去对视他 你要保持不动 当然你要不动 那你得不明啊 你要有智慧才能够不动 那么你凭什么不动呢 我们是处在一个动态的世界 你的射身在动 我们的心也在动 生命就像一个水流嘛 佛陀说 那这个水流就表示什么 我们是活在动态的 但是谁要保持不动 这个人不得了 这个人是正念真如才能够不动 不明不起不动 你不动的时候魔王就没办法 因为他没办法去跟真如抗拒 所以魔王要的就是你动 想办法让你动 他因为你要动 他才有办法趁细而入 你不动他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 就是你不一定要刻意的去对峙他 但是你要保持不动 他就消灭掉 当然你要保持不动 你要保持绝躁 经常保持绝躁 当然你也可以持大悲咒 念佛做一些保护的功夫 也是可以的 求一些活力加倍 但是以这个不迷不起不动 为他的震恨 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里 向下魂藏附在来日回向